大家好 帶您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受到封面影響 還有北部及東半部地區 降雨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整天都會有不定時的局部震雨 尤其是在桃園以北 以及東北部地區 下雨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這個雨勢要稍微留意一下 在基隆北海岸以及東北部地區 這個會有局部好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在大台北的山區 也會有局部好雨發生的機率 至於中南部地區天氣相對是比較穩定 但是要留意的是 在中午過後需要留意有局部短暫雷震雨的出現 另外在南部地區以及其他山區 會有局部較大雨是發生的可能 另外各地的夜晚和清晨的低溫 只有24到26度 白天的高溫 桃園以北還有東北部地區的溫度 會比較降一點 大約在26度到29度左右 其他的地區大約在30到32度左右 接著帶大家來看定量降水圖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普遍來說 這個水氣是比較多的 各地的雲量也比較偏多 全台都會有不定時的降雨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是這個中南部地區 還有東北部地區要持續留意 特別是北部的山區這邊 以及接近山區的平地雨勢會比較大 南部地區同樣也要留意 較大雨勢出現的機率 至於到了白天 水氣會稍微的減少 我們可以看到 主要是這個西半部 普遍是比較偏乾燥的 但是要留意的是 北部地區還有東北部地區 另外還有宜蘭花蓮 仍然會有降雨的出現 尤其是接近山區的地方 會有比較零星較大雨勢的出現 我們把時間拉長 看未來的降雨趨勢 我們先來看到 今天因為受到封面通過的影響 基隆北海岸還有宜蘭地區 大台北的山區 都有可能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中南部 以及多雲的天氣形態為主 那在中午過後 南部地區和中部的山區 也有可能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接著我們來看到 到了下個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這個因為封面通過了之後 緊接著是東北季風的影響 雖然這個水氣稍微有降低一點點 但是因為東北季風增強的關係 北台灣的降雨會持續 尤其注意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的地區 可能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另外在大台北的東側還有山區 這個雨勢也會比較大 這樣的雨勢 要一直到了禮拜三之後 才會稍微比較趨緩 從禮拜三開始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零封面的東北部地區 以及宜蘭花蓮台東 會有局部的降雨 接著帶大家來看 未來一個禮拜的溫度走勢 我們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從今天一直到禮拜三 由於受到封面通過的影響 又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高溫大概維持在26度左右 到了週末氣溫會稍微回升一點 來到27度以及28度左右 至於低溫的部分 要特別留意 從今天一直到禮拜二 大約低溫是24到25度 不過從禮拜三一直到週末 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早晚的低溫會比較掉下來一些 會到23度左右 再來我們帶大家看到南部地區 下個禮拜白天是屬於 比較晴朗炎熱的天氣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高溫 大約都在31度左右 這個低溫的部分都還算是穩定 今天一直到禮拜四的時候 這個低溫大概是在27度左右 但是到了週末 這個低溫會降一點來到大約26度 接著帶大家看未來一週的天氣 我們先來看到禮拜一跟禮拜二的時候 因為封面通過的關係 東北季風增強了 東北部還有桃園以北的地區 會有比較短暫的陣雨 要注意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北部地區 以及大台北的山區 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到了禮拜三 一直到週末的時候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部還有東半部的地區 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其他的地區 大約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要注意的是 在中午過後 南部地區還有中部山區 會有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外出的觀眾朋友記得要攜帶雨具 接著帶大家來看 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高溫28度低溫25度 再來是中部地區高溫32度低溫25度 接著繼續往南 我們看到南部地區高溫31度低溫25度 再來是東部地區高溫30度低溫25度 最後是外島地區 高溫是28度低溫21度 最後有兩點小叮嚀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這兩天受到封面的影響 還有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降雨的機率 是比較高的 整天都會有比較不定時的局部陣雨 尤其在桃園以北還有東北部地區 下雨的時間會拉到比較長 在雨勢上要特別留意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北部地區 會有局部好雨發生的機率 所以觀眾朋友外出要記得攜帶雨具 另外溫度也是要注意找出晚歸的朋友 這個溫度會比較低 所以要注意不要著涼了 以上是這一節中式氣象 我是王一仲 廣告回來請持續鎖定